大家好 歡迎收聽《靜巷報》的節目 今節就想回來和大家討論關於中國的話題 上星期有一家澳洲智庫公佈了 他們有關中國目前在科技研究領域的報告 這份報告也特別指出 在過去這20年來 中美兩國在關鍵技術研究領導地位 出現非常顯著的轉變 而中國有64項的技術 接種有57項已經處於領先的地位 而美國只有7項的技術處於領先 另外這份報告更強調 印度在全球的技術研究之中處於崛起之中 以及歐盟和美國其他科技強國 在世界競爭的舞台上出現顯著的變化 還有報告更特別警告出 中國在國防相關的技術之中 如果被中國壟斷的話 這樣就會對世界各國帶來風險 而這份報告更強調 所有國家都需要重點地持續地支持 長期的研究及投資 這份報告也表明出 由於中國在長期的研發投入取得相當令人注目的回報 不過隨著國際局勢變得越來複雜 地遠政治變得越來越緊張 所以中國如今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首先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中國在科技有什麼領域是處於領先的地位 首先就是人工智能 例如在人念識別、語音技術、自動駕駛 以及在醫療上用的AI 中國的表現非常突出 特別在AI數據處理及算發創生的方面 更加領先世界 然後也有量子技術 尤其是中國在量子通訊及量子計算方法 更加是取得突破的 特別是量子通訊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 使中國在量子加密通訊更加是領導全球的 別忘了中國更加是世界上最大的無人機製造國 像DJI這些企業在商業和消費市場 長期是佔據著主導地位 並且是一些軍用的無人機技術 也取得重大的進展 至於通訊技術方面 5G、6G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華為和中興長期處於領先的地位 正因為這個原因也加快中國在6G研究方面 目標就要成為全球通訊技術的領導者 在新能源方面 中國更加是投入了巨大的資源 開發輕能作為清潔能源的替代方案 並計劃在未來的10年會加強輕能基礎設施的建設 使中國在新能源的基礎方面 變得更為多元化 選擇更多 試想像一下 在10年或20年後 全中國都採用再生能源的話 可想言之 會為世界帶來什麼改變呢? 以及會為中國帶來多大的經濟增長呢? 好了 還有就是中國在納米材料、超渡材料等等 新型複合材料上也領導全球 而這些材料更加用於航天工業、國防工業和新能源領域 不過這樣 雖然中國在不少領域取得非常顯著的進步 但仍然會面臨一些挑戰以及一些短板 例如在高端半導體方面 到目前為止 中國在製造高端芯片仍需要依賴外國的技術和設備 尤其是當美國實施技術封鎖 也限制中國獲取關鍵的半導體技術能力 從而也影響著中國在這項領域的自主性 另外有不少的高精密設備 例如半導體經常使用到的光刻機 主要仍然需要依賴來自荷蘭的ASML等等公司所生產 而中國在這類設備研發方面 仍然處於一個追趕的狀態 不過我相信假意時日 當那個差距變得越來越近的時候 那你ASML想繼續在中國做生意 恐怕就要面對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了 市場份額恐怕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高了 但是這個也輪不到荷蘭方面做決定的 因為背後能夠掌握生死權仍然是在美國手中的 說到核心技術方面 有不少的關鍵技術供應鏈 有部分仍然需要依賴外國的技術 例如高級的軟件設計 芯片製造的設備等等 都是很依賴外國的供應的 當中國在科技研究方面取得非常顯著的進步 但是在西方眼中就視之為地緣政治風險 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真的很有趣 在三十多年前 美國在科技領域上可謂領導群雄 領先全球 但是當時美國有這樣的成就 其他國家就不會覺得是一種安全風險 但如今中國急起席墜 迎頭趕上 反而被西方各國視之為地緣政治風險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我相信首先就是來自美國他們對自身的懷疑 以及失去壟斷地位 繼而所產生的一種反應 在過去這幾年 中美的科技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 美國更加對中國的科技企業 肆意實施制裁 尤其是針對半導體、量子計算等等的關鍵技術 有嚴格的出口管控 這些政策已經對中國在技術自主研發方面 造成重大的挑戰 例如在2023年 美國更加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芯片製造設備 以及出口管制 試圖阻止中國在芯片用於軍事應用 以及高端技術方面的進展 除此之外 五眼聯盟以及知識產權等等 亦出現頗大的爭議 美國與他們的盟國經常指控中國盜涉他們的知識產權 繼而獲取技術優勢 不過這些指控通常都是毫無根據可言 雖然毫無根據 但長期被人這樣作出無理指控 亦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在全球技術競爭之中所帶來的不信任 亦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技術合作 不過幸好 雖然在面對著這些不信任 中國仍然可以以自身的優勢來發展自主技術的提升 例如在航天工業方面 美國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封殺了中國任何企業在航天方面的合作 既然美國肆意封殺中國 中國亦都在無可奈何之下只能夠選擇要投入更多資源 來進行自主研發及創新 而我們目前見到的就是世界上有一個國際太空站 第二個太空站就是中國的太空站 中國不單有的是經濟規模、工業生產能力 更加擁有著大量的科研人才 使得可以投入在科技領域研究各方面的 不然中國的航天業就不會有今天的水平了 不過無論中國如何強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 但是對西方各國來說 尤其是以美國為首都積極地指控中國有盜涉他們的知識產權 我認為這種指控去到今時今日已經變得非常無契 如果中國是持續盜涉知識產權的話 那我就很想問有些什麼是盜涉得來的呢? 如果只是單憑盜涉的話 你是根本不可能成為世界的領先者 因為你不能偷一些將來或在未來才存在的技術 你只能單靠研發才能夠有今天的成果 而在應對這一系列的風險下 中國可以做的就只能夠加強自主創新 尤其是集中在一些關鍵的技術領域 特別在半導體、自動化設備及基礎研究各方面 藉此也需要建立一個國內更為完整的供應鏈 已經減少對外部技術的依賴 還有就是即使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的地元政治壓力 中國仍然積極地與其他國家尋求科技合作 甚至乎與歐盟、日本、印度等國家 都有在一些科技合作方面保持著夥伴的關係 這種做法亦有效地散播風險 以及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技術進步 而更為令人鼓舞的一項政策就是 中國就將研發成果加速市場化 藉此推動高端製造業的升級 同時也鼓勵國內外企業參與國際競爭 並且能夠提供更多資金和政策支持 促使創新技術可以廣泛使用在不同領域 而且中國面臨著美國為首等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的時候 中國更加加快發展、替代技術和擴展技術供應鏈 當中也包括開發高端叛徒體 尤其是在光刻機製造與及軍事敏感技術方面 是比以往投入更多資源 藉此就能確保在關鍵技術不受外部壓力所限制 不過說回這份報告在他們的後半部裏 也特別指出中國目前為世界帶來什麼風險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五眼聯盟的官員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當中也特別指揮中國盜竊知識產權 至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Ray 更加說目前西方是面對前所未有的威脅 我就很想問中國成為一個科技強國 會為世界帶來什麼威脅呢? 我相信威脅也處於商業上的威脅 因為中國持續的技術創生使得在商業上總是會有更大的優勢 例如電動車領域就很明顯了 電動車不單止中國掌握著先進的電池技術 更加是在生產各方面 也都是大量使用自動化的操作 令到生產汽車方面在速度上可謂領先著全球 以一個這麼高速的生產效率 也都令到中國的汽車企業 可以更加快和以更為低成本的方式 在全球裡搶佔汽車市場 這些現象也都突顯出中國在科技研究領域的重要性 如果一開始沒有中國政府大力鼓勵創新的話 中國根本不會有如今的成果 但是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看 既然這些西方國家視中國為風險 那麼中國也可以視這種現象為西方對中國的肯定 不過總括來說 這份報告就是告訴人知中國的崛起 是會為全球帶來威脅和挑戰 這個結論我認為是非常無稽的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權選擇走他們的發展路線和發展道路 你不能因為一個國家在科技上的成功 就是中國為一個風險 但是我反而認為真正的風險是來自美國的 因為美國一直有一套長臂管轄的習慣 最喜歡就什麼都管得大難餐 例如像光刻機出口的方面 為什麼ASML不能出口一些最先進的產品去到中國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 而到最後這份報告也特別給出一個建議 就是澳洲、英國、美國 這個軍事同盟AUKUS 最好就聯合日本和韓國 藉此 就縮小和中國之間在科技上的差距 另外一個報告也特別強調 印度正正是處於崛起折衷 在未來更加可以成為一個非常關鍵的國家 並且特別指出 世界各國也都可以 因為印度日益增長的技術專長和影響力而受益 但是對中國技術的提升 反而就擔心每二月來月以來中國的輸出 這份報告的邏輯和它的總結 真的實在令人提笑皆非 這個明顯就是有一個前節的立場的報告來的 或者我們也可以視這份這麼為負面的報告 成為對中國的肯定 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就正面很多了 好 關於中國科技的話題這次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